新北市議長蔣跟黃的長者蔣新章代表國民黨出戰新莊區立委 而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由於和立法委員候選人蔣新章聯合競選總部成立會場 可以看到新生代新北市議員民眾黨的陳世軒也現身幫忙站台補選 去年我在選舉的時候議長跟我盜三天 讓我順利動算議員進入市議會 我在市議會議長不分黨派 照顧我們年輕人 讓我們在議會可以充分的發揮自己 所以我對於議長的感謝 他對於我的提拔 我一定要來還這個錢 去年各位讓我27歲當選市議員 為新莊來努力 今天我需要一位年輕的立委 可以溝通的立委進到國會 我們中央 地東一起努力 台湘 咱不分黨派 咱作會打拼 為了我們新增 國安好 同樣是新生代的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李佳凱表示 建設新莊讓在地年輕人蔣新章 將他國外所學的專業技能有機會貢獻給新莊 希望鄉親習團用選票權力支持他順利當選進入國會 因為新莊要改變 就由新莊來實踐 三位年輕人還有要選立委的總召我們齊聚一堂 目標很簡單 從新莊開始 新莊是我們新都會區 很多的年輕人齊聚在這裡 所以佳凱要拜託大家 我們從現在開始 每一天出去告訴大家 我們立委要支持誰 蔣新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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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報告喔 現在呢 我的民調其實跟我的對手差一點點 所以我需要各位多多給我支持喔 當我的後盾喔 來幫我多宣傳 讓更多人知道蔣新張要選新莊區的立法委員喔 我們新北市喔 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之下喔 被打壓的很嚴重 我們還記得當初疫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缺口罩 缺快篩 我們是不是要排隊 然後又用昂貴的價格來取得這些物資呢 那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們的立委到底在幹嘛 他有為我們新莊人民來發聲嗎 沒有 對不對 所以吳秉瑞不做 我蔣新張來做好不好 好 國民黨新莊立委給這位新人青年蔣新張 不僅鼓勵青年參政之外 而且候選人在卯足全力衝刺時刻 希望地方鄉親能夠選出一個 要做事的年輕人 就跟這張選舉看板醒目標題寫著 一同守護台灣安居樂業 相信這才是選民所要的 記者黃又閒心中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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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